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市長 疫情期間在家上課 同學們不要忘了一定要勤洗手 出門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準備好了嗎 現在就跟著偉哲市長 一起學習有趣的線上課程吧 我們上課囉 嗨大家好我是宜珍老師 這裡是小一數學課堂 一樣一開始是老師跟家長說明的時間 小朋友的課程稍後就開始囉 那各位家長好 我們今天進入新的主題 叫做分類做記錄 這個主題會出現在 漢林跟男一版本的第九單元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康璇版本 他在第三單元和平面圖形 就一起談完了 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是康璇版本 那我們這堂課就等於是 就是為他做重新的複習 那這一個主題呢 我們預計會分做三堂課來談 第一個談分類記錄 接下來跟他談如何報讀 別人做好的統計圖表 最後呢會把這一個單元的 席座題目拿出來做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堂課 就是要談分類記錄 我們今天的課本題目 是來自漢林版的106頁到109頁 康璇版的44到45頁 還有男一版本的109頁到113頁 那今天這堂課結束之後 要請家長指導孩子完成以上的頁數 在課堂上我們透過課本的題目 想要跟孩子談 如何將一堆散亂的資料做分類記錄 那我們這堂課談的第一個重點是 你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你想要怎麼樣對他們做分類呢 那如果你是要穿褲子穿裙子來做分類 你就必須要找出兩種項目 一個是穿褲子的 另外一個是穿裙子的 那如果你採用的分類方法 是要把帽子顏色一樣的分類 那你就要找出三種分類項度 一個是藍色帽子 第二個是黃色帽子 最後一個是紅色帽子 那我們這堂課還要談第二個重點是 你可以有不同的記錄格式 在這裡要特別跟家長談 這是小一第一次接觸統計圖表的記錄 我們在這裡不會要求他一定要用什麼樣的格式記錄 所以他可能可以是畫一個人物在上面 也可能是畫圈圈 也可能是畫斜線 或是他們用數字記錄 這些都可以 只要孩子能夠分類正確 完整記錄 然後能詳細說明 都是一個好的記錄方法 然後在這邊要跟各位家長談的是 因為礙於課本編排的關係 所以孩子們沒有辦法看到 我如何從原本的散亂資料裡 來做一對一的對應記錄 所以在這一堂課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讓孩子看到 我看到的是 這是穿褲子 我就要在穿褲子這裡畫一個圈 這一個是穿裙子 我就要在穿裙子這裡畫一個圈 接下來這個是褲子 我要在褲子這邊再畫一個圈 的記錄過程 當然最後我們也會帶到 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政治記錄 因為他容易暴讀總數 好,以上是這一堂課的內容 我們最後跟家長的叮嚀就是 我們希望引導孩子知道 同一組資料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再來我們透過實際的操作 讓孩子可以看到我如何把資料 散亂的資料做分類並且記錄 最後我們有提到政治記錄的使用 以上是跟各位家長的說明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彩彩老師 來幫各位小朋友上課囉 小朋友,我們上課囉 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彩彩老師 很開心又來跟大家一起上課囉 這一次彩彩老師挑的主題是 分類做記錄 這個主題 如果你是漢林版 會放在第9單元 如果你是康軒版 是在第3單元 那如果你是男一版本 那就是在第9單元 各位小朋友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來開始上課囉 今天彩彩老師為大家準備的是分類和記錄 我們會討論漢林版課本 第106到109頁的題目 康軒版是44頁到45頁的題目 那男一版本呢 就會是109頁到113頁的題目 好,準備好了嗎 彩彩老師第一個挑的題目是 來自漢林版課本107頁 各位小朋友有看到這個圖卡嗎 喔,裡面有好多種形狀 也有好多種顏色喔 彩彩老師第一個要請問 各位小朋友的問題是 如果把這一些圖卡做分類 各位小朋友 你會怎麼分類呢 彩彩老師,彩彩老師 熊大又要來搶第一名 呵呵,哈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操作王熊大 這一題啊 哇,它有好多漂亮的顏色喔 都是我喜歡的耶 所以我想要用顏色來分一番 那我會怎麼分呢 各位小朋友 請看我拿出我的課本 嗯,這裡要用顏色分 所以我有看到紅色 還有藍色 還有黃色 所以我想要做這三種類別的分法 再來我還可以數出來喔 我先數紅色 一、二、三、四、五、六 紅色原來有六個耶 那藍色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還有一個 九 藍色有九個 黃色黃色 一、二、三、四、五、六、七 黃色有七個 好,讓老師熊大做完囉 嗯,熊大真的是操作王喔 看著熊大的紀錄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用顏色來分 而且它分成了哪三種顏色呢 紅色、藍色和黃色 而且熊大很棒喔 它又把它的紀錄做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很快的從熊大紀錄看到 紅色有六個 藍色有九個 黃色有七個 太棒了 給熊大拍拍手 那接下來還有沒有別的小朋友 有其他分類的方法呢 彩彩老師彩彩老師 換咪咪來試試看囉 剛才熊大用顏色來分 咪咪看到這裡有好多種形狀喔 所以咪咪想要用形狀來分分看 各位小朋友 你有看到什麼形狀呢 嗯 咪咪有看到尖尖的三角形 還有方方正正的正方形 喔 你有看到圓圓的圓形嗎 還有一種就是長長的長方形 所以咪咪想要用形狀來分喔 而且咪咪還可以數出數量 這是咪咪的做法 我先數三角形 一二三四 這是三角形 五五 這也是六七 哇 咪咪數到七個三角形 正方形 方方正正這不是這不是這不是 但是它也是正方形 二 這不是這個三 這個也是 所以正方形有四個 圓形最好數了圓圓的 一二三四 還有一個五 圓形有五個 那剩下就是長方形囉 一二三四 還有哪個沒記到呢 五 哦 這裡還有一個六 長方形有六個 蔡蔡老師咪咪做完囉 嗯 咪咪一樣表現得很棒喔 各位小朋友 咪咪她用形狀來分 看著她的紀錄 我們可以知道咪咪她把形狀分做四種類型 分別是三角形 正方形 圓形 還有長方形 而且咪咪一個一個數 一個一個做紀錄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三角形有七個 正方形四個 圓形五個 長方形有六個 很棒 來各位小朋友通過我們 蔡蔡老師的第一個挑戰 接下來蔡蔡老師要挑第二個題目囉 蔡蔡老師這一次挑到的是 南一版課本110頁的題目 哇 這裡有很多的小矮人 請問各位小朋友 你會想要幫小矮人怎麼做分類呢 有沒有哪一個小朋友可以說說看呀 記著了隻 記著了隻 幫你注意一下要注意看喔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小朋友這唱歌 所以我想把唱歌的小朋友分一組 剩下都是沒有在唱歌的 呼呼 他跟我一樣開心耶 喔 噢 胖兔的方法是要把唱歌的分一起 跟沒有唱歌的分一起 這也是一種分類方法喔 還有沒有其他小朋友有分類的方法呢 噢 秋秋老師 波波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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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呢 想要 噢 我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打哈欠的小朋友喔 我想要把打哈欠的小朋友分一組 剩下的小朋友另外再分一組喔 呼呼呼呼 打哈欠的小朋友怎麼那麼可愛喔 嗯 波波的分法是看到有一個打哈欠的小朋友 所以他要把打哈欠跟沒有打哈欠的分開來算 很棒 好 那接下來 其實彩彩老師想要給大家一個更大的挑戰 這一些小朋友裡面 如果彩彩老師希望你穿褲子的分一組 穿裙子的分一組 你可以幫我記錄下來嗎 喔 褲子一組 裙子一組啊 那就是要分兩種囉 嗯 好的 讓我拿出我的附件來試試看 褲子跟裙子要分開 所以我要來看一下 這是褲子 這是裙子 這是褲子 這個是裙子 褲子 褲子 穿褲子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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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穿褲子啊 打哈欠也是褲子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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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完囉 嗯 伯伯用數學附件的圖卡做操作 所以呢 做出了這樣的紀錄表 那彩彩老師想請問 有沒有其他小朋友 是用別種紀錄格式呢 聖聖老師 聖聖老師 幫你過來做做看喔 聖聖老師說褲子跟裙子要分開 我想要用畫圈的方法來記錄 所以我會一個一個做記號 第一個是裙子 我這裙子畫個圈 接下來我看到是褲子 褲子這一欄畫一個圈 还有是裤子 也是画一个圈 裤子 裤子 陈杰老师 我做完记录了 哇 胖兔也很棒哦 他用画圈的方法 一个一个来做记录 所以最后做出了 这样的一个记录表 各位小朋友 你有看懂他的记录吗 那 哦 咪咪 咪咪有什么事吗 请说 陈杰老师 咪咪想要用数字来做记录 我会先数穿裤子的有几个人 我在图片里一边数一边画迹哦 这是第一个穿裤子 两个穿裤子 还有一个吃口哨 十二 所以穿裤子的有十二个人 再来我要数剩下来的穿裙子的人 穿裙子的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还有八 所以穿裤子的有八个人 猜猜老师 我是这样记录的哦 嗯 咪咪很棒哦 他一个一个点数 把数到的都做了记号 最后做出了这样的统计表 好 各位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三位同学 波波他使用移动图卡的方法记录出这样的统计表 胖兔用画圈的方法记录出这样的统计表 那咪咪呢 就用数字的方式记录出这样的统计表 各位小朋友有看懂他们三位的统计表吗 那接下来彩彩老师还想要问第二个问题 同样是小矮人分组参加活动 现在彩彩老师希望大家用帽子颜色一样的分一组 这样的分类方法你会分出几组又会用什么方式做记录呢 哪一位小朋友要来试试看呀 彩彩老师彩彩老师 熊娜要来试一试帽子颜色一样的分组啊 嗯 我在这里有看到了 哦 三种颜色 小朋友你跟我看到的是一样吗 所以我会这么做哦 我把红色黄色蓝色先分开 然后附件图卡就可以依照各种类别把它分类放好 这是黄色 黄色蓝色 彩彩老师我分好了哦 嗯 没错哦 帽子颜色一组的分类 这样我们会分作三类 那熊蛋呢 用操作图卡的方式完成了这样的记录表 各位小朋友有看懂吗 那还有其他小朋友有别种记录方式吗 拆拆拆拆拆老师 波波波波波来咯 波波想要这样做记录 帽子颜色一样的要分一组 所以我也是分三组 红帽黄帽和蓝帽 再来我会一个一个记录哦 后蓝帽要画一条线 蓝帽再画一条线 蓝帽一条线 最后还是蓝帽一条线 哇我挖完了 而且我排的很整齐 用看的就可以看出蓝帽比较多耶 嗯 波波是用画斜线的方法做记录 不过波波很棒的一点是 他有排整齐 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哪一种颜色帽子的比较多 好 那财财老师想请问 有没有小朋友可以用数字做记录呢 胖兔 胖兔来制制哦 老师说要分帽子颜色的 有三种 所以我也会先画这样的表格 红帽黄帽跟蓝帽 接下来我会像咪咪一样 一个一个点数一个一个记录哦 我们先数红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红帽有五个人 我用数字五来表示 接着我数黄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黄帽有七个人 我写数字七在表格里 最后我要数蓝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还有唱歌的 第八个 所以蓝帽总共有八个人 车车车老师 车车老师 胖兔也会用数字来做记录哦 这样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这样有没有看得很清楚呢 胖兔很棒跟秘密一样记录的很详细哦 各位小朋友有看懂这三个小朋友的记录吗 我们的熊大 操作图卡 做成这样的记录表格 波波 用画斜线的方法 做成这样的记录表格 胖兔呢 用点数的方式 做成这样的记录表格 各位小朋友 你喜欢哪一种记录表格呢 好 接下来 彩彩老师要来出题目 让各位小朋友做记录咯 彩彩老师挑的题目来自南一版课本113页 袋子里有红色 紫色 蓝色 绿色 四种颜色的花片 一次拿出一个 数数看 各有几个呢 所以 等一下彩彩老师 要一次拿出一个花片 请各位小朋友 把彩彩老师拿出来的花片 记录起来 那最后你要告诉我 每一种颜色 各有几个 所以 我们分类的方法是 颜色 没错 那会有几种颜色呢 对 有四种 红色 紫色 蓝色 跟绿色 蔡蔡老师等一下会一次拿出一种花片 邀请各位小朋友 把他记录下来 最后告诉我 这四种颜色 各有几个呢 那各位小朋友 你会用什么表格来记录呢 现在 请你拿出你的纸和笔 先把你想要记录的表格 画下来 记得 里面要有四种分类类别 分别是 红色 紫色 蓝色 跟绿色哦 彩彩老师等大家 一点时间 请你把你的表格画好 待会 彩彩老师就要拿花片 让大家做一一记录咯 好 好的 各位小朋友的表格都画好了吗 有没有把四种类别都标示上去呢 彩彩老师要准备来拿花片咯 请看仔细咯 彩彩老师第一个拿的是红色 接着紫色 再来是蓝色也得一票咯 红色再得一票 绿色 紫色 蓝色 紫色 红色 第十个老师拿绿色 接下来还有哦 红色 紫色 蓝色 摆好 再来 紫色 接下来 嗯 又是紫色 然后是蓝色 再来一个蓝色 再来一个蓝色 绿色又得一票 红色 紫色 接着彩彩老师还要继续拿蓝色 下一个 红色 绿色 再拿一个 嗯 哦 彩彩老师抽到蓝色 好 彩彩老师抽最后一个咯 准备好 最后一个 哦 又是蓝色 各位小朋友 你做好你的记录了吗 彩彩老师 等不及要看各位小朋友 不同的记录方法咯 嗯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的统计表格 会怎么记录呢 你可以拿给你的爸爸妈妈 请爸爸妈妈帮你看看 正不正确哦 现在彩彩老师 要来展示几个小朋友的记录方法 各位小朋友 一起来看看 你看不看得懂 他的记录格式哦 第一位小朋友 嗯 他是用排花片的方法做记录 这样你有看懂吗 他把每一种颜色都分类排得很整齐 第二种小朋友 是出现同一种颜色 就画一个斜线 所以他有标出红 紫 蓝 绿 各得到多少个斜线 第三个小朋友 用画圈记录 一样标一样标示出红色 紫色 蓝色跟绿色 各得到几个圈圈 你是哪一种呢 哦 还有第四个小朋友 哦 他用数字做记录 红 紫 蓝 绿 各得到几个 他就分别用数字记录 得到一个 得到第二个 得到第三个 得到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好 各位小朋友 那看着你的记录表 你可以帮我回答 每一种颜色的花片 各有几个呢 哇 每个小朋友都很棒 红色得到了六个 紫色得到了七个 蓝色得到了八个 绿色得到了四个 很好 最后彩彩老师想请问各位小朋友 这么多种记录格式 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彩彩老师 彩彩老师 咪咪最喜欢用数字记录的那种方式了 你看你看 如果要回答最后每一种颜色的花片 各得到几个 用数字的 一下就可以看到答了耶 这个绿帽子的小朋友 他红色得到一个 他就写一 得到第二个 他就写二 最后我看他最后一个数字 就知道红色得到六 接着紫色是七 蓝色是八 绿色是四 一看就看出来了耶 所以我最喜欢这种记录方法了 小朋友 你跟咪咪一样吗 嗯 咪咪的分析很好哦 各位小朋友 那你喜欢哪一种呢 其实彩彩老师觉得 每一种记录都有它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哦 最后彩彩老师想要来挑一个题目 跟各位小朋友讨论一下 不同的记录方法可以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彩彩老师挑到的这个题目来自汉林版课本108页 题目这么说 箱子里有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跳棋 皮皮班上有23个人 每一次每一个人都只抽一个跳棋 那要怎么记录它的结果呢 嗯 我们会展示三个小朋友的记录方法 第一个小朋友说 每抽一个跳棋 就会涂那个跳棋的颜色 所以他要准备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笔哦 第二个小朋友呢 他说每抽一个跳棋 就画一个圈 所以他必须要先在表格上 把红黄蓝分别画出他的格子 可以准备记录圈圈有多少个 最后一个小朋友 他会用正字来记录 那他也会在他的表格上 先画出格子红黄蓝 再看看他们各得了几票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他们的记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用颜色记录的小朋友 他把第一个抽到蓝色画下来 第二个抽到红色画下来 第三个第四个都分别用颜色记录下来了 想请问各位小朋友 这样的记录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有没有哪位小朋友要说说看呀 老师老师 熊大想要说说看 我觉得啊 他排的好整齐哦 抽十个排一排 所以我可以很快就从他的记录里面 看到全部抽了21 22 23 全部抽了23个跳起耶 嗯 熊大这一个发现很棒哦 那蔡蔡老师再问一个问题 你可以从记录中看到第十个 是抽到什么颜色的跳起吗 哦 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第十个就在第一行的最后面 所以他第十个是抽到蓝色的跳起 哇 这种记录方法 原来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他每一次抽到的是什么耶 好厉害的记录方式哦 嗯 熊大说得很对哦 这种记录方式 可以让我们看到 从1号到第23号 他们分别是抽到了哪一种颜色的跳起 接下来 彩彩老师要让大家看 第二种小朋友的记录方式 它是用画圈来记录 一样彩彩老师想请问 这种记录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嗯 老师老师 胖兔 胖兔来解答 嗯 他用画圈 哇 他画得好整齐哦 我可以很快看到 每一种颜色 各得到几个圈 嗯 红色得到的圈圈最多耶 哇 胖兔的观察也很棒哦 用画圈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得到 哪一种颜色 得到最多的票数 这样很棒 胖兔的记录 用五个五个一数的方法 很快知道每一种颜色 各得到了几票呢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好厉害的政治符号 我要把它学起来 没错哦 政治符号很常被拿来记录使用 我们在选举投票的时候 也会像这样用政治符号来记录得到了几票哦 哇 原来是这样啊 我懂了 我懂了 好 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三个小朋友的记录方法 分别是这样 好 请问你看着这些记录方法 你能不能帮我统计出 红色得到几票 蓝色几票 黄色有几票呢 嗯 很好 红色得到了十一票 蓝色一共有 对八票 那黄色呢 哦 他得到了四票 他抽中四个 好 猜猜老师觉得 只要能够报读出最后的结果 他都是一个好的记录哦 嗯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猜猜老师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要完成你今天的课本内容哦 最后 猜猜老师要提醒大家 下课之后 记得要去望远宁试哟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你们在做什么呀 呃 我们在望远宁试啊 猜猜老师说 叫故意望远宁试 对啊对啊 看窗户外面 就是最好的望远宁试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望远宁试吧 望远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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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用眼三十分钟 要记得休息十分钟哦 现在 请跟着老师 一起来做护眼操吧 首先 拿出你的食指 我们先来按压 上眼锅 接着按压 你的鼻梁 接着按压你的鼻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是太阳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着把食指拱起来 我们来按压 上眼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来是下眼眶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后 请伸出你的食指 和大拇指 我们一起来按压 耳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来是耳垂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们的护眼操结束咯 我们的护眼操结束咯 但是给人说